地球的直径是多少? 地球的直径一般分为平均直径、赤道直径、极直径。 地球的平均直径约是12742千里, 赤道直径约是12756千里, 极直径约是12712千里。 因为地球是一个两极烧扁,赤道略谷的扁球体, 而且北极烧突,南极略凹。 所以,地球这种不飞则的形状使得地球的直径存在多样化。 地球平均直径一般指地心到地球表面所有个点距离的平均值的两倍, 地球赤道直径一般指地心到赤道的两端距离的和。 地球极直径一般指地心分别到北极和南极距离的和。 1841年,著名的德国天人学家贝塞尔精心计算了关于地球的一系列数据。 他宣布,地球的极致径应该是12712156米, 地球赤道直径约为12756千里。